现在的爸妈小时候给父母丢人 长大了给儿女丢人 今天我又被老师叠名了 我这个妈又忘记打卡了 我真服了我都不知道 被叠名多少次了 就这样的还想让我考清华 考地瓜还差不多 我妈还天天让我喊口号 考清华上北大 就这样下去 我考个地瓜都很难 小小年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你们看我不仅要上网课 还有看我弟 我都上网两天课了 你看我妈还在这糊糊睡呢 毕竟她有个不靠谱的妈呀 拜拜了小姨们 我要给我弟拿面包吃了 都快11点了 我俩还没吃饭呢 这一季的家长 多少是等得怎么让孩子射死的 她的作业没学完 不要跟她一起玩 真有你的 拿着喇叭追在屁股后面跑 她的作业没学完 不要跟她一起玩 她的作业没学完 不要跟她一起玩 她的作业没学完 不要跟她一起玩 怎么小时候偷东西被骂 长大了偷橘子还得被骂呢 小方觉得何小朋友走回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去小区立花在这橘子了 没有没有啊 我都看见了 小朋友都看见了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还等我又要撒谎 说那好像不是我爸 我一定要只有朋友的啊 你好运我见我好不好 我摘的是地上的 你说你摘在地上 我看你都要爬到树上了 事实证明 当家长不靠谱起来 孩子就会逐渐的靠谱 多大了呀 人家帮我说你不进去摘橘子 还跑那那里摘橘子 我们小朋友都让我不进去摘橘子 你真太不够面子了 知道我那时候有多丢脸吗 我们俩将跟你打招呼 叫你爸爸 我看你在那里摘橘子 我们家里不是影机有水果的吗 为什么还要搞到 小区立花在那边摘呢 上一巴掌给个甜枣这件事情 属实让他拿捏了 爸爸已经给曾轻 我和你讲的都点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水果是不好的 你下次要吃橘子 都要跟我讲 然后我跟阿姨讲 他就会帮你买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真的很没面子 你就是因为为了面子 你这个东龙属实是有点离谱了 老师说这样子 要东龙 这不是东龙吗 老师说要做那个 我没有空啊 我做饭 我又看到这送头了 我就随便就做了一个 从未想过有一天 语文听写也会这么难 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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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点张光不惨呢 翻你一下你就不行了 这是乌龟裂看来的意思吗 龟裂 龟裂 什么叫做龟裂 什么叫做龟裂 你都不知道吗 它叫军裂 立志 立志 立志是什么 你立志写上了 老爸家里写上 你立志去做来 做出什么事来 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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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妈妈看不见的地方 丢紧了妈妈的脸 我可真怕你哪天 兴致起来之后 想做老婆饼 各种季风洋流都搞不懂 还有是事业